没相机800D 还有 M6 好 我们今天 刚刚拿到了这台佳能的M6 刚刚上市的 全新的机子 然后三寸的液晶屏 2420万像素 APS-C画幅 最高的高杆可以到 25600 全像素的F自动跟胶 这个挺牛逼的 而且现在它用到了 最新的影像处理器是 Digital 7 我们先把它打开 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 然后这个是一个坐冲 然后这是电源线 电池一块 佳能的背带 这个是18-150的长镜头 空了 然后这样就机身 为什么它每次都要包两层呢 还是挺小巧的 跟我的6500短一截 小一个 然后等等我们会套上这个短头 就是15-45的短头 可以试一试看 它其实是之前的这个M3的一个改型 我一直以为它是M5的一个改型 后来发现它是M3的一个改型 它一样的也是APS-C画幅 22.3×14.9毫米 然后有效像素是2400万 也是用最新的Digital 7的处理影像处理器 然后它好在也是沿用了M3 这个也有一个这个麦克风接口 有个麦克风接口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外置麦克风 可以提高这个收音质量 可是它的热靴上面 因为这个上方屏的原因 这个热靴设计的 我们就加不了麦克风了 所以说看一下 只能从侧边去加一个指向麦克风 一样的底下是1.4的螺口加上脚架 这台机子也挺轻的 很适合拍Vlog 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用了最新的处理器 还有一个就是它对焦画面 也是有改进的 全像素的一个双核的CMOS AF自动对焦 还有一个人像脸部识别跟踪 我刚刚都试过了都不错 后面这块3英寸的监视频 还是很小巧的很方便携带 我们接下来看看它的画面 生病稍微好了一点 然后今天刚好这个佳能的M6到 好 我们来试一下看 我现在全部都是在相机的一个标准设置里面 然后我们试一下还是在往 今天我们城市是有一点冰天 大家也顺便听一下这个M6 佳能新出的这款M6 它其实是M3的一个改型 看一下它的声音实备情况到底怎么样 现在在一个逆光情况下 它的Focus的点一直在我的脸上 一直没有停过 现在是在15端的情况下 自然收音我在户外自然收音 就是M6的机身收音 然后M6有个好处就是它的 多了一个给我们的这个音频接口 就是说我们可以架麦 可是呢它的屏幕是上方的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把麦克风架到顶上 估计可以固定在侧边 到时候之后我如果找到这个转接口 或者说找到这种合适的麦克风 我会给大家再做一期M6的一个收音的一个评测 好 这就是M6啦 我们继续看一下它其他的表现 我们往室内走 我们来试一下现在在15端的时候的 它的自动追焦哈 OK 还是比较柔和的哈 好 我们先来试一下 我把那个触摸的焦点放到M5的这台机子的快门上 然后我们摇动画面看看它最终能不能 可能会不会脱焦啊 它会一直锁定在底下这台相机焦点上 会一直锁定在底下 焦点会一直锁定在底下这台相机上 表现还可以 哎 都还没有撕焦的表现哈 哎呦我擦了不擦了 拿不进来啊 哈哈 好 我们现在再测试一下伊朗的我把触摸触摸这个对焦点放到我6500的这台机子上 看一下我移动画面会不会有跑焦的情况 你看这个煎炒的它变成锅巴 好 它依然死死的锁在我的机器上 我们先来试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前后移动 看看它会不会有跑焦的情况 因为现在我看屏幕上 它已经冷脸自动识别到我的脸上了 它依然会宽住我的脸哈 还好不会跑焦 突然进来 不怕后退 还可以啊 没有跑 不错 反应很快 我 你 你 如果